今天是7月17号下午的开放时间 大家看一下今天指数是三大指数全线跳水 属于一个沙爹的状态 那么很多朋友记得问我二阳先生 最近时间亏的很多套的很深 以后我还有钱 我想要魁本 我想要抄底 哪些方向是重点呢 大家觉得在当前的盘面下 哪些方向有机会给你回本 有机会给你吃肉啊 如果你对当前盘面热点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其实从技术方面来说 今天这个沙爹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在上午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讲过 讲什么呢 我说这个位置沙爹其实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高层的一些信息出来了 至于是什么样的信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就是我们的rpu数量 我们的融资金额 全世界最多就这么回事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 但同样的我想告诉大家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记住 市场是在轮动的 也就是说指数在这个位置 上上下下是上面最愿意看到的 这么说 但是不是明白了 到了压力位附近 我可以减仓了 好 到了下面低一点支撑位 我可以加仓了 这个节奏是不是出来了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上面想要的也就这么回事 那我们就跟上这个节奏对吧 他只要赶GTA赶跳水 我们就赶抄底 他只赶拉赶冲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出货 这节奏不出来了吗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赚钱难度大 板块今天是这个涨 明天是那个涨怎么办 我追高了马上就套住了 我今天追高明天就被横按理了 我是亏钱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了 好 接下来我讲的这些重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吧能要你回本的 或者说有要你吃肉 吃肉的或者说吃大肉的一些方向 当然这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并不能作为依据 只是说一个技术分析的大概率 从市场的整个节奏来看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今年的市场主线在哪里 可能大家在前段时间应该知道 谁中字头对吧 还有谁科技 还有谁 这段时间是什么 大汽车 说白就是新能源对不对 那么汽车现在是在高位 汽车你还敢追吗 现在你还敢参与吗 那肯定是不敢去了对吧 等他调整再说 那问题是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作为大全中绑块的中字头 最近是不是连续调整了 那么中字头是不是有机会 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他趋势并没有坏 而且中字头的目标是什么 是国家要打造什么 打造我们的特色工资体系 你觉得他怎么没有 我觉得没怎么 所以中字头是必然 我们要注意和重视的一个方向 那好 那我们看中字头 中字头股票 大家会发现 哎呀 今天涨幅剧情的中华装费 中视纯培 中科信息 中国曙光 中国软件发现没有 这个是什么科技 所以中字头我在不知道 多少期视频当中讲过 重点留在几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 科技叠加中字头对吧 一个是什么 军工叠加科技头 还有什么通信 还有大基建 而且我重点讲过重心在哪里 目前这段时间重心在哪里 军工这一块 所以你把握好节奏 你想想哎 今天涨幅剧前这些除了这个中视 中科中科曙光之外 大家看一下 很多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军工有关 这一大片 这下面这一大片几乎都跟军工有关 对不对 所以你保好节奏 你是不是有机会操到底 有机会吃到肉 当然可能很多会说 哎呀 郭先生像中科信息这种票怎么理解 能不能参与 还记得吗 那个票我在周末是 是不是中间讲过 周末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讲的很特色 当时我跟大家讲 这里 是吧60年线附近 那么60年线附近什么 可以考虑低息 可以考虑上车 他这里有超级反弹 但是拉的反弹的话 拉到这个高位附近怎么样 要赶紧跑跑跑不是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超级低息了 那这里一反弹 你是不是有机会吃肉了 是不是有机会赚钱了 他如果出现急拉冲高 拉到高位 你不就是获利盘出讨的机会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还有你看像中科曙光 这种票也是前期的一个核心票 人机票 这种属于什么 科技类近期 出现其稳了 那么像这种票 你能追啊吗 不能追 你可以潜伏低息 但是急拉冲高 拉到上面高位压力 你可以选择 选择跑路 当然这种票的话 大家可能还会有点害怕 为什么 毕竟他跌穿了60线对吧 60线这个支撑已经破掉了 对不对 那好除了这些之外 最要能无语的 最要能有希望的 其实就是军工系对吧 军工系我跟大家讲过 重点留意什么 中船系 是不是这样说的 大家看 中船系在 前面这两个星期出现连续的怎么调整 很多人就跟我说 二阳先生你前期不是说 中船系是有机会吗 放量了吗 到中船系这一段时间调整 我追高了 我被套了 我要被割入 就是说这种话 我真的感觉无语 我不是告诉你 高位附近前高附近怎么样 要减仓减仓 跑路对吧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大家什么 赶紧跑路的时候 你要到跌到这个位置什么样 上车的时候 那么这个节奏就出来了吗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 二阳先生你 这不是马后炮吗 你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不叫我减仓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老朋友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 这个时候我是天天讲 钱高附近要什么 要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是不是这么说呢 好 那从中船系的走势来看 大家看啊 今天也多数票涨幅 在两个点或两个点以上 都是红盘的 你看一下这些票低开高走 对吧 你看这个中国动力 他刚好打哪里 是不是印在我前期说法 我前期说什么呢 傲时线真的支撑位附近怎么样 前幅后期反弹拉高 我们就可以吃肉了 可以跑路了 这柜子一拉高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出货了 可以跑路了 对不对 那你想想 还要包括下面的 中国船舶也是一样的 他打哪里啊 支撑位站里 30天线 在30天线附近 你去做低吸 这里出去反弹拉高 你不是有机会获利了吗 你不是有机会获利盘出它了吗 还有像 这个中国重工这种票的话 它趋势啊 目前是属于什么六成性下 可能操作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比如说像这种宽床 这种技术面比较好的 30天线支撑比较强的 这种票也是值得大流有更多的 当然作为核心品种中传科技 必然少不了对不对 中传科技是整个板块里面灵魂票 对吧 近期也是属于一个什么震荡的行情 那么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上车 也可以低吸压 后期拉高冲高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到肉 吃到大肉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 说实际上这种票 才是大家需要短期需要注意的 当然除了这些中式投资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中式投也是值得留意的 比如说中 大基建方向对不对 也是值得留意的 大基建方向的话 重点留意什么 我前就跟大家说过的什么 中国重工 中国交建了 中国重点了 中国建筑等等等等一些些是吧 总之一话就是这些方向 不能去追高 但是杀了动用支撑位 你可以去潜伏 可以去低吸 没有毛病不纠结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最让人可以说 有机会回本的就是谁 就是科技类了 科技的强调过很多事 主要是两个方向对不对 科技的主要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素质 人工智能 素质经济相关的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人工智能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芯片相关的 说你把握好这些细节也是可以的 人工智能 今天虽然说是属于一个调整的 一个杀跌的 但是它趋势并没有坏掉 上周站上了这个所谓的60天线以后 此一个震荡 趋势并没有走坏 后期存在着反弹拉高的需求 所以说这个方面上面还是存在压力的 但是整体的并没有坏 所以大家不必要担心 还有就是 你仔细看 人工智能板块个股的话 是不是在轮动 指数震荡 但是个股还是有机会给你吃到肉的 对不对 你看今天涨幅举起来 万胜荣基汇顶 如果说像荣基这种票的话 大家是比较难把握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超低反弹 所以操作起来也比较难度 但我觉得像有些票还是可以把握住的 比如说像万胜对吧 这张票其实它趋势就很完美 前期出现一波大涨 近期出现红旁震荡 那么在红旁震荡的位置 你就可以考虑什么 可以考虑上车了 考虑潜伏了 考虑低息了 好奇一拉高 是不是拉到上方的所谓的压力位附近 我们怎么样 可以考虑减仓 可以考虑出货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不就出来了吗 这个钱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他拉来 我在如果你在这个前附近去 拉了一个实际里面大的阳线 你不就可以吃到肉了吗 可能很多朋友说 你在昨天前天为什么不讲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概率 我如果说在昨天前天 我告诉你这个票明天会涨15个点 明天会涨16个点 那我告诉你我砸锅卖铁 我也把全部的家 家底都进去 那我今天出来 直接就赚了156个点 对不对 这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的一个变化 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 有新龙头对吧 万润 他走趋势上涨 这个票我在这上个礼拜重点讲过 我说这种票走趋势了 这趋势的话 盘中极大冲高的也不要追 但是盘中分歧点 你可以搏 胆子大的搏对了 你就吃肉吃大肉 放肆了 那么你就不要倡议了 对不对 好 你看还有就是前期跟大家讲过的 比如说浪潮 这个票是不是前期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前期我跟大家讲 他是找什么a字形 rii字形 那么找a字形在这个位置 上下来这个低点附近怎么样 可以潜伏可以低西 博克反出反弹 你看对吧 如果你在低点附近潜伏了 现在出去反弹了 他如果极拉冲高冲到上面高位 你是不是获利盘出逃 你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了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不就出来吗 大决说是 记住一句话 人工智能在什么在轮动 前期大涨的条件比较充分的 可能后期又会来 但是近期大涨的涨幅比较大的 出货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你看后排的这些 大跌的其实就是近期这几天强势的 对吧 看不了 仍然自控 还有包括华士 最近是涨的比较多的 所以我强势过很多次 我说像这种片的话 怎么办 盘中分歧点力可以博弈 或者五五均价先负你可以博弈 但是盘中偏离的均价 不要轻易的去追对吧 追出来你想想就是面 甚至是大面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些细节 注意一些变化的 整体来看市场的这个节奏 还是属于一个什么快节奏 而除了科技之一个人工智能板块之外 还有谁我强调过很多次的芯片方向 对于芯片的方向可能很多人会说 芯片最近表现不是特别好 可是你看它的一个位置 它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我也强调过很多次属于一个什么高位震荡 那么我为什么强调多次要注意芯片 芯片是我们国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吧 政策预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只要他敢跌 就会有人资金去抄底 就会有资金去什么 去博弈 你看今天虽然说是跌的 但是仍然也多次票出现一个什么 大涨的或者冲高的 你看这个汇景的话 它是抄天办案 但是上望润这种 它就是什么走趋势上涨趋势进攻 目前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灵魂票 对不对 总之一句话 芯片板块是值得大家重视和跟踪的 重点留意是什么呢 存储芯片 存储芯片在市场上 目前是表现最强的一个点 表现最强的一点 所以这个方向大家短期是需要注意的 调整后让人有机会 可能很多很多人会说 存储芯片 这个板块个股怎么理解 怎么跟踪 你看今天还有多次票是属于大涨的 刚才做的妄议就不用说了 还记得吧 我在周末跟他讲过的一些票 这种票我跟他讲过讲的很仔细 因为他在周末涨二十里面 说有人跟我说 现在我准备在下个节日直接去追 你想想 我说的很清楚 在这个位置你去追的话 追充高回落了吧 这种票一定要记住 不能轻易的去追 但是有些票还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盘足分歧的 比如说金太阳这种票 我在前面跟他讲过 我说盘中极大冲高怎么样 不要去追不要去顶 但是他要是回踩的话 或者说极杀分歧底的话 到十天线附近 你倒是可以去驳一个反处反弹 因为什么 那么他本身是什么趋势上涨 他趋势起来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 实在不敢参与的 不敢追高的 那好好说 前期调的比较充分的 比较低位的一些创业版纳票 可以重视 就比如说你像精致科技这种 他位置是不是比较低的 调整是不是比较充分的 那么像这种票相对来说就安全 如果他重新补涨的话 重新极大的话 你也有机会获利的 不仅仅是他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票 总之一句话 就是科技和中心头 仍然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所以你想要回本想要吃肉的话 我们可以盯紧了这些核心人气票的 回踩后再启动 相对来说安全又有机会吃到大肉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